新北市警方寻线追捕到这一个以竹联邦报堂为首的22名黑帮分子 不过这主嫌相当狡猾 看到警方在一楼围堵 这嫌犯立刻从铁窗爬出 而且从六楼跨越到对面的大楼 幸好警方弃而不舍 嫌犯乖乖复发 两名远警贺令躲在阳台的嫌犯 乖乖束手就擒 原来警消在一楼等候多时 不见对方出门 只好破门而入 没想到狡猾的嫌犯 早就从铁窗逃到对面的大楼 六层楼的高度不小心摔下去 可是会没命 嫌犯停而走险就是怕被抓 据了解五姓嫌犯有多项前科 是竹联邦报堂堂主 火通帮众用枪恐吓被害人 假借款真勒索 枪子滑套拉了一下 告诉被害人 如果你这个款项 你如果不支付的话 要请你吃子弹 他们还会挑选有钱的受害者 就连新北市议员的服务处 也曾遭到恐吓 幸好这22名成兄 逗狠黑道分子 已经统统落网 带回侦办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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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